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 今年的亚洲杯将会在1月13号正式拉开帷幕 那么谁这场比赛今天到来 对于我们很多球迷来说 自然都非常的关注 国足这一次征战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而我们从球员到教练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态度呢 接下来和各位球迷来具体分享一下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此前曾经有媒体人透露 我们足鞋给到国足这边的保底目标呢 是进入八强 但就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 杨科维奇透露啊 我们国足这一次的目标是进入16强 也就是小组晋级进入淘汰赛 那么后面呢 面对的每一场比赛都会是巨大的挑战 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杨科维奇也已经明确表示 接下来呢也会和球员做到最好 努力去争夺更好的目标 来回馈球迷的信任 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 尽管这一次我们呢 只要求国足进入16强 但我们自然也期待能够进入八强 甚至向冠军发起冲击 那么在啊 国足抵达多哈进行备战的时候呢 我们也看到啊 从当天的接机视频来看 有现场有不少各社人种的一些球迷呢 到现场接机欢迎国足 还高喊中国的一个英文名字 所以我们也看到吴蕾呢 在赛啊在这一次抵达当地之后呢 也在设媒霸击摊牌 表示啊足球就是这么受欢迎 非常感谢当地球迷的支持 也看得出来呢 吴蕾这一次非常感动 也非常的开心 相信这帮球员会受到这些球迷的鼓舞 在接下来努力打好比赛 提出更加精彩的表现 从小组的分组来看呢 这一次国足被分在A组 那么首先呢 到我们国足啊 会在1月13号的晚上10点半 来进行我们的首场接木战 对战的对手是塔吉克斯坦 这个对手对于国足来说呢 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弱的对手 过往几次交手 我们都保持着不败的一个成绩 最好的一个比分呢 甚至一度打出4比0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比分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呢 国足的实力是绝对占优的 这场比赛只要正常发挥 我们拿到首场胜利 拿到开门红 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对于我们球员来说呢 没有必要有太过担心的问题啊 在最近我们看到呢 马德新曾经透露我们国足 因为在之前热身赛遭遇惨败之后 大家的压力都比较大 想赢怕输 担心输掉球之后呢 会遭遇网爆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国足球员来说 其实没有必要担心 任何的事情 只要把自己的一个正常水平 发挥出来就足够了 像之前四域赛 我们对战韩国队 即便是输掉比赛 但国足这帮球员 依旧凭借着强硬的表现 获得了球迷的支持 从这一场表现 球迷的反馈 其实我们就可以得知呢 只要大家努力争气 打出血性 输赢的结果并不那么重要 况且只要我们 把我们的血性打出来了 又何仇不能够进入16强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